2077在更新这个1.5补丁之后可以开启这个FSR功能 同时更新了这个新的机准 这个机准跑下来感觉在串流玩游戏 后半段全程60又要被吞了 这边是测试一下各档位的这个性能表现 我这边是开启这个FSR功能 开的是自动 最小比例是50% 然后开启这个AMD的锐化滤镜来增加这个锐度 不然很模糊 这边先是挑战高性能 高性能感觉设这个30还是比较卡顿的 虽然视频可能看不太出来 但所持继往下还是比较卡顿的感觉 不太推荐 然后是这个中性能锁这个45 中性能的话基本上也可以弯 但还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流畅了 有时候会有点掉针 我本人推荐还是这个低画质 然后锁这个45 它的清晰度会上来一点 然后整体表现还不错 主要是比较流畅 往前比较差比较省电 如果你略微优化一下的话 可以跑到这个18瓦到20瓦左右 这边推荐用优化系统的中高性能档 或者中低性能档来跑这个东西 然后室内打斗的话 我正好录这个拳网 和大家打斗 我这边看起来基本上是稳定在50帧以上的 比起以前的版本 整体提升30%还是有的 以前室内打斗的话 有时候会有严重掉针 然后室外的话也很难跑到这个50几帧 现在感觉轻重很多 这个FSR供能还是很强的 关于这个开了之后画质是有蛮大提升的 就铜键术的话 它的锐度还是提升了蛮多的 即使它有这个降低分辨率 有点像战胜的表现 后面就是打Boss一个完整的过程 最后片尾的话 我还留下这个 计准特势的完整流程 一伙人说我这个作弊 它计准平均分 登的跑道有57帧 太吓人了 之后会启用更多的游戏测试和整个游化 我们期待 下期再见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